我小时候真的想成为女团的一员 然后有这种梦想过 然后我就看了上海 就上海电视周刊有一个那个招聘的那个东西 我以为那个是招女团的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我发现是走模特步的 就是培训模特的那种 对就是我以为它是女团 然后我就去了 我就怀着女团梦我就去了那地方 然后他就说交我百块钱 我就交了我百块钱 发现是走台步 然后也是因为那个地方 然后我拍了人生第一支广告 我就跟舞蹈舞庄变成了 所以就是才走到来 所以那你上学的时候 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往这个演员方面 就是小时候就没有那种 因为我想成为女团的一员 我就去了那个地方 然后舞蹈舞庄拍了个广告 舞蹈舞庄又去考了上戏 舞蹈舞庄又走到了 被表演耽误的顶级女爱的江淑宜 我想说的是千姐帮我完成的这个梦想